大家好 我是林楚音 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 中国的庞大市场 对台湾的经济到底是解药还是毒药 我们知道从过去失目于弃作失败 导致南部的养殖业者惨赔之后 现在换到了谁 换到了龙蛋失败业者 外销中国也梦碎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就是媒体报道了 马政府时代因为鼓励 这个生产导致供需失衡 现在反而采购价格不如预期 已经让业者学本无归 但最恐怖的是什么 中国偷学技术啊 所以反而现在回过来倒打台湾一把 真的是这样吗 而我们知道其实经济市场 这种所谓的反倾销 那么对于中国的市场的侵占 恐怕不是只有石斑鱼 刚刚特别聊到 就是有关于失目鱼的部分呢 现在也等等农产 都以低价在回销台湾 那么我们知道 台湾在不论是农业 渔业甚至于科技技术 其实都是很不错的 但是当面临中国的 所谓红色供应链的威胁的时候 蔡政府在救经济 能够怎么样来抵抗 中国的经济压力呢 那么林全院长 礼拜五要亲自来主持 所谓新南向的协调会议 在预算跟人力当中 要好好来做一个调整 这样的做法 能够来为我们救经济吗 今天节目当中好好带大家一起来探讨 跟你我有关的 那就是古巴兜的问题 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令人比较振奋的消息了 那么国防工业 我们现在也可能成为外销的来源吗 我们看到是媒体报道 这个美国的爱三飞弹 其实有部分的精致是来自台湾的 而且在经过美国的认证之后呢 台湾的原厂 其实已经接到了八亿的订单 那我们知道 其实在雄山飞弹事件之后 我们发现呢 当然除了飞弹之外 包括台湾的无人机技术 也深受东南亚国家的青睐 所以说在一片国际较好之中 台湾的国际的地位是比较敏感的 我们要怎么样来经营 这个所谓的国防的工业 不只是我们自己可以自卫之外 也能够外销 要有个可长可久的销售的国防产业 来增加我们的外汇呢 台湾的这些国防技术 正在默默发展当中 但是我们要如何壮大自己之外 也能够有外汇进入 今天呢 都会有独家的揭秘报道 那么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今天的几位余会来宾 第一位要欢迎的是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楚音好 大家好 第二位要欢迎的是 民进党立法委员陈廷飞 楚音好 大家好 欢迎的是 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秦慧珠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欢迎的是 台师大政研所的教授 范世平老师 楚音 大家好 欢迎资深媒体人王时琪 大家好 欢迎的是 社会观察家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好 开始之前 我们倒就回来 就是有关于我们的农业 渔业到底应该怎么走 过去的时候 大家都是很期待 跟对岸的 有一个所谓的 经济上的契作交流 但是今天看到的 龙蛋石斑施木鱼 似乎跟他们的合作 不止这个 渔民 农民 养殖业者 血本无归之外 更可怕的是 现在反过来要清销台湾 这么可怕吗 我们来看一下 热腾腾的鱼皮汤 香味好诱人 施木鱼是台湾人 最熟悉的美食之一 没想到外销大陆 对岸人接受度不高 今年台南雪甲 石斑木鱼销大陆也喊咖 那今天怎么办要清销台湾 那今天就要清销台湾 要清销台湾 雪甲渔民很无奈 因为雪甲跟大陆石斑木鱼 契作案刚好五年起满 今年因为渔苗价格 翻了三倍多 渔民不敷成本 大家开会后 决定暂停一年 早期的 只要5块6块5寸 只要17块7块 这才可以赢了 目前雪甲有200户的渔民 加入契作五年来每年产值 都突破1亿 只是收购价逐年下降 收购量却没有增加 每年大约350万台金 今年大陆水产集团收购价 一斤40元不肯提高 渔民们才决定今年暂停 是否有政治因素 理事长说他不懂 新的政府上来以后 能够积极为渔民生计 来做一个着想 政治可以先撇一遍之要 理事长说契作案明年 要不要再继续恐怕要看价格而定 渔民只求稳定收入跟生活 希望新政府能重视 好 从这个施木鱼 再看到这个所谓的龙板石斑 我们请导播帮我们带一下 那就是中国现在如果偷学技术 反而会打倒台湾 有多可怕 台湾的石斑鱼 从每公斤320元跌到剩下70块 而中国改良的龙虎斑 年产13万吨 这等于对台湾的养殖月子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怎么会是这样的状况呢 瑞泽哥帮我们了解一下 石斑鱼事实上有一段时间 一直是等于说 我们销往中国大陆去的 一个主力鱼种 那么在等于说 前总统马英九 在那时候并推动 所谓的龙胆石斑的倍增计划 所谓的倍增计划就是 他认为龙胆石斑 可以倍增一倍以上的产量 来到中国去 那当时行情非常好 刚刚已经说过了 一斤可以拿到300多块钱 那么当时很多的龙胆石斑 的养殖业者呢 就大量的养殖这个龙胆石斑 你的量就增加了 那么你的余温也增加了 那你的成本也全部都增加了 那理论上来讲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钱 可是你要记住 龙胆石斑在去年还有7905公噸 那么到了今年只剩下8936公噸 也就是说他整体的量少了一成大概11.5 但是问题是他的价格 他的总体是少了11.5 总体的价格少了38.1 从这个5456万 一直掉到这个所谓8816万等等 那么为什么跟各位解释一下 为什么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今天你的龙胆石斑过去了 结果呢他不是要你的鱼 不是我永远跟你买 那我永远买那么贵 结果呢你的技术也过去了 当你的技术过去了以后呢 他运用比你更厉害的方式 他就养套杀 然后呢他所推出来的 这个所谓的龙虎斑呢 那么进行杂交过的龙虎斑 价格比你更便宜 然后量是你的10倍以上 我的品质不输你 然后我的价格只有你十分之一 然后呢我的量是你的10倍 你想你台湾当然会被他打夸 打趴了以后呢 整个台湾这个龙胆石斑的血本无归 那么除此之外呢 更不要讲说 我个人最爱吃的撒把鱼 我非常喜欢吃这个撒把鱼豆 你到了台南不吃撒把鱼豆 不吃撒把鱼豆 不像来过台南嘛 撒把鱼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你从这个表上面可以看得到 事实上在2010年的时候呢 从慢慢慢慢的增加 从160公顿 然后一直到2014年的时候 来到了顶点就是1548公顿 这是它的顶点 可是呢到了2015年以后 骤降只剩下19公顿 今年到现在为止30公顿 那是什么结果呢 那你想一想看 我如果是撒把鱼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人要养殖业者 当然就是血本无归嘛 那么他们用了一招 其实当时我们在媒体上面 就有提出警告 叫做弃作 弃作对吧 弃作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都还没有 以后都还不知道怎么样 我保证一台金 比如说一台金35块就给你买 那么买多少 买多少量 所以你看刚刚看到那个数字看 可以达到一年到1500公顿 等等 可问题是来了 我去年给你买1500公顿 今年给你买1400公顿 那你会预料明年应该也是这个量 所以呢 你会大量的养殖 你想说一定会有那么多人来跟我卖吗 等他突然间掉到剩下19公顿 说你怎么办 你整个我们养300区是靠天吃饭 今年这个过年的寒汗一来 整个300区全部荡系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在靠天吃饭的情况之下 钱本来就很难赚了 而他用这样的方式 这个这两种鱼啊 石斑鱼 龙胆石斑鱼跟萨把鱼 在南部被称为政治鱼 为什么 静底鱼 它不是拿来吃的 它是拿来做一个政治筹码 在那边运用的 你知道吗 甚至于有一年 萨把鱼买了 照理来讲买了以后 不是要运回中国去吗 中国人不吃萨把鱼 他们比较不喜欢吃萨把鱼 吃萨把鱼必须要有技巧 要不然它吃多嘛 结果呢 你知道吗 他们竟然没有运回中国大陆去 他们竟然就直接在台湾卖 那没有道理 我赔钱卖 对 我弃作 世界上人家说 生意人最聪明的 没做了解嘛 没做了解的行李 只有他们有 那你想想看 他为什么要做了解的行李 我花很多钱 给他买了三百亿 在台湾卖 亏本 没有关系 我无所谓 因为有中共政府做后盾 但是当他有一天不要的时候 那你就完蛋了 所以某种程度也是对岸在操作嘛 包括中国政治力的补贴 对 没有错 那事实上像这种的话 我有个同学种兰花 在彰化很多人种兰花 你知道吗 你兰花种下去以后呢 你丢下去的成本就是几千万 可是我们兰花很厉害 我们的基因改良 有没有 你看你到兰花展的时候呢 蝴蝶蓝什么来 哇 怎么可以做得那么漂亮 结果呢 我们削到哪里去 削到对岸去 然后 削过去 如果你是单纯卖它OK的 它把你的技术骗过来 技术转移了以后呢 它跟你做一模一样 漂亮的 展新的兰花了以后 它价格你的一半不到 就把你台湾的兰花给打垮了 所以说现在对岸最可怕的 并不是说它不后续 因为契作不后续帮我们买 是连这个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可能技术都被雪走了 那么我想停飞来自台南 一定是非常理解 就是有关于 当初失目于这个部分 现在渔民怎么办 那么他们之前经历过的这个心情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基本上这个器座在 我们当时候 马英九政府一直在推动的时候 跟国台办 那时候好几批的人员 来到台南 然后可能也做了很多场的一个宣誓说 我就是要买丝木鱼 然后我们渔民如果种了之后 就直接小往中国 而且价格非常好 大家不用担心 可是当时候 其实我们在数次的立法院 我们也都提醒 有关单位说要小心 因为当我们如果这条线被绑住了 万一它不下订单 农民 渔民 它有可能 它必须要有这些量 它必须要养更多的丝木鱼 可能有些鱼温 本来已经没有继续再养殖了 它可能就开始去做收的动作 收购的动作 然后再去做养殖湿木鱼 就是为了要做弃作的订单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它随时要喊咖 你就随时好像它被掐住脖子 那现在其实 为什么现在甚至出现 有低价回销台湾 这个其实不可能 如果依照我们知道台南的状况 然后湿木鱼其实要新鲜 其实在台南大家去 为什么都要去台南吃湿木鱼 为什么觉得说只要空运到其他的县市 就感觉味道少了一个味 为什么 就是鲜味 那个在台南第一时间 现台的沙发肥 它会出鱼渡 出鱼皮 鱼灯啊等等 它其实所有丝木鱼 它都是可以食用的 都可以吃的 所以当它第一时间 台料 下去用汆烫 还是直接煮汤 那种鲜味 我相信是无法去做一个比较的 是 所以你说 它已经整个 它要运到中国 一定要够动 一定要动起来 要把它冷冻 如果说冷冻起来 你说还要回销回来 谁要吃 根本没有人要吃 这比较有可能是 像瑞德哥所说的 就是直接在台湾 可能直接就没有出去了 有可能 可是 就是说 如果 它也认为说 我在这边 我就赶快找到出路 赶快去做处理 或许我们不知道 它的一个通路怎么搞 可是如果像今天所说的 去到中国 再回销回来 这个机会 几乎是没有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说 它出到中国 它基本上一定要做 所谓的加工食品 因为确实像 瑞德哥所说的 中国是不吃虱目鱼 为什么 因为吃太多了 除非你有加工过 或是在台湾 它还有一些 就是我们的加工食品 出口的 这些就没有问题 还有一些 就是把它真空包装 在这边把它处理完 真空包装 那也没有问题 如果你是整个 虱目鱼冷冻完 运出去 那一定是要做加工 所以说比较有可能的状况 还是回到 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讲的 那就是在跟对岸 合作交流的过程当中 技术被偷学走了 那么时期 就你所了解的话 因为媒体有特别写到 这个是在马政府的时代 鼓励增加生产导致失衡 但是比较可怕的是 在导致生产之外 供需失衡之外 是技术更外流到对岸 成为所谓中国经贸 让利的最大牺牲品 真的会这样吗 没错 就是说其实中国当初在谈 跟我们谈ECFA的时候 等等的什么政治让利 政治采购 其实我们当时也就遇见了 可能的后果 可是还是去做了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就会面临到 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这些 农与养殖业者 他们碰到的这些困境 也就是说 对中国来说 它可能是有计划性的 一方面在做政治采购 在做政治让利 可是实际上它要的是什么 它要的其实是你的技术 譬如说 在中国的东南沿海 也有在养石斑等等的 就是它把台湾的这些技术 拿过去 那怎么拿过去呢 这牵涉到很多层面 譬如说它会在中国 设立一些农业的据点 然后这些据点 它提供你土地的优惠 租税的优惠 吸引这些专业的人士 你可以过来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地更大 而且税非常非常的少 几乎不用缴税 而且你看 我们的腹地有这么的大 你可以卖 把整个中国算进去 当做你的市场 那对于有部分的台商 或者是农民来说 他会认为有吸引力的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说 过去也曾经在媒体上面 引起非常大的正义的 就是说 在这个高宇仁的21世纪基金会 他找了之前曾经担任过农委会的 孙明贤主委 到了中国去 那中国呢 农业部他们就设立了 台湾农民创业团 15个 那后来陆陆续续增加 好像到了20几个 2030个 就是专门是针对 农委会主演直接到对岸去 对直接他担任顾问 就是每一个 当初设立的时候 是15个这个 这个台湾农民的创业团 然后孙明贤是担任15个的顾问 那他到那边去有什么功能呢 是传授他们种植的一些技巧 那种的东西就多啦 什么葡萄啦 毛豆啦 什么莲物法 就各式各样 你可以在想象得到 在台湾的这些水果 那事实上在今年的时候 因为这件事情 在总统大选前 曾经有被引起讨论过 所以孙明贤还跟我一起 上过同台的节目 当时孙明贤 他怎么说 完全不认为 他作为一个前农委会主委 把一些技术带去那边 有任何的错误 他认为说 反正其他国家 东南亚也是有我们的技术啊 而且啊 现在人家根本不要你台湾的技术 为什么 是因为中国的技术 比台湾好太多了 他的讲法是这个样子 你现在上网去都还搜得到 然后当时我们在同台的时候 大家都不可思议 就非常惊讶说 你既然曾经做过农业的主管单位 然后你把技术 你可能去那边做了一些指导 你手上拥有最多的台湾农业的资讯 然后人家现在种出来了 养出来了 然后回过头来 要回销给台湾的时候 你竟然还说 对啊 你们台湾技术没有人家好 人家进步的很快啊 而且其他国家 也有这些技术的输出啊 所以他也不认为 他的做法有任何可疑之处 现在变成是前台湾的官员到对岸去之后 协助技术交流 真的是就这样出卖台湾的技术 我认为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就因为你面对中国 跟面对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是不一样的 因为中国是有计划性 有系统性的 他要你的这个东西 那既然他有政治目的 那譬如说我们的水果 要是到东南亚去 人家对我们没有政治的企图 人家不是系统性策略性的 要来吸收我们的这些农业知识的话 农业技术的话 那你当然要有不一样的态度对待 那所以当时21世纪金会的 这个高玉兰还有孙命贤 才会在媒体上面被大家觉得说 你怎么可以做这样子 反而是 反而是倒过头来 打你自己的国家这样子的味道 然后就很没有办法被社会所接受 好像如果像实际所提的这样 其实很多时候是不是 就是你说现在民党执政 他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这样 但是怎么来看像这样 所谓的因为技术被学走 反而是台湾的农业啊 渔业啊等等 面临就是打不赢人家 好 其实在农业这一块 我是认为应该要有个保护主义 保护政策 因为农业跟其他产业比起来 相对弱势 所以特别需要照顾 那当然中国 它是向全世界偷学技术了 它向你台湾偷学 已经学了30年了 它改革开放来 通常都是跟你台湾偷学嘛 学了以后把你一脚踢开 包括这个科技业也是一样 贸易啊 科技啊 后来发展到像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种果树 种花 种茶叶 养殖业 渔业 它都一样的模式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认清楚 中国站在它的立场 它向全世界学技术 学了技术之后 它比你还要强 竞争力比你还要棒的时候 它就可以赢过你 我想全世界都一样 不只是中国大陆 其他的国家也都是这个策略 台湾也一样 早年我们跟美国跟日本 跟其他先进国家学技术 学了以后我们要打败你 比你更强 所以任何一个国家 大家请记得 就是你自己要维持你的优势 这是很重要 那农业基本上来讲 台湾呢 因为农业的规模比较小 跟中国大陆比 我们农业规模比较小 我们的优势 我们的强项也比较少 所以更需要加以保存 我觉得这一点是 我们共同主张的 那今天我们谈到就是很忧心 我们的农业 很多的技术被大陆学走之后 影响我们农民渔民的生计 我们今天讨论到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石斑鱼 石斑鱼其实它国际上的价格都跌得很低 那不是只有中国的因素 其他国家也一样 早期我们记得石斑鱼是很高档的鱼 叫一条石斑鱼 那个这个餐费是很高的 现在都变得很低 你到香港到其他国家 它的价格也都下跌 就是这个技术 其他国家 你说泰国 越南也都会养石斑鱼 像全世界去 但是就像时期所讲的 之前农委会主委 你内神通外鬼的时候 很多技术是不是更快速的过去 这个部分我就觉得应该要注意 这是我一开始讲说 台湾的农业 我们大家要有个共识 我们要保护 很多的技术 核心技术 可能要更小心的 去不让它被外人学走 好来 我要问的是这个学衡 是 所以说变成是像现在 如果技术被学走 当然从我们看到的是 从石斑鱼 湿木鱼 到现在是农业果树 是不是对岸的 这个所谓偷学技术 无孔不入 其实要先讲一件事情 就有很多东西是 违逆自由市场机制的时候 你接触了 后来你会对你自己的市场 造成危险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湿木鱼 湿木鱼消中的时候 其实一直销售不好 因为当地的人 不会吃那个鱼 你想想看 你去台南去找那个 湿木鱼粥的那些老店家 或是湿木鱼汤的老店家 他告诉你 他半夜一点进货之后 大概光拔刺 要拔到四点到五点 因为有些人喜欢吃没有刺的 但如果你是在地人的话 你喜欢吃有刺的 因为你把刺拔掉之后 那个鱼肉会散掉 所以这个中间 光是一个饮食的习惯 就有很大的差别 但他到了中国之后 因为湿木鱼的这个名称 听起来没有好口彩 他们还把它改名叫状元鱼 但状元鱼 大家买回去之后也不会吃 所以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是 像某些器座 它实际上在当地没有销售量 它就是跟你签约之后 卖过去 那今年为什么器座 没有那么成功 原因是因为 坦白讲 今年湿木鱼因为大寒流 所以连鱼苗 就刚刚受访的时候 鱼蜜有讲 鱼苗都涨大概五倍到六倍的时候 它今年如果还器座 它卖出去不划算 因为你器座是契约打好 就那么多钱 但实际上现在 湿木鱼价格已经上涨 那因为我很爱吃 所以我还是在讲一下 龙胆石斑这个东西 那龙胆石斑最早的时候 为什么在中国红起来 是因为它价格高 然后看起来很漂亮 所以办豪奢的宴席的时候 放上桌很有面子 可是问题是 因为龙胆石斑不是那么好养 第一个它抗病抗菌的能力不强 第二个它其实不能在太低温的水里面 也就是如果你在中国沿海养的话 遇到寒流会死 很多就会被冻死 你在台湾可能我们的寒流 或者是我们冬天没有那么冷 你还可以养出来之后消中 可是后来有一个问题是 第一个因为对岸也学聪明了 它这个技术甚至不一定是跟你偷的 它直接把公的龙胆石斑跟母的老虎斑 杂交配种之后就变龙虎斑 龙虎斑的抵抗力 听起来名字也很屌 而且价格比较便宜 因为它涨得比较快 所以它的成本比较低 所以它龙虎斑基本上把台湾养殖 同等级叫青斑 已经完全打垮 去年的时候那些饲料厂就已经通知渔民说 你不行啊 中国那边在养龙虎斑的时候 它价格跟你一样 可是肉质比你好 口感比你好的时候 你青斑一定会受到很大的竞争 结果果然是这样子 那更重要的是 中国有些省份 它甚至不计成本 我们刚刚讲过 龙胆石斑在遇到寒流的时候 它可能会死 所以他们做什么 900平的室内养殖场 全部固定温度到26到27度 然后在里面养龙胆石斑 那个全部都政府出钱 全部都是政府提供技术 结果你在台湾 你养不起这样的鱼啊 因为那个成本太高了 然后它双方一竞争 龙胆石斑就算在台湾养 你要运到中国去 中央还要运输 在那边直接沿海 如果有我们刚刚讲的那种 全室内的固定温度的室内养殖的话 它不用运了 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是 对岸有非常多的农鱼相关的产品 它有的时候它还不用挡你 它直接竞争 我价格比你便宜 然后你当初的种鱼 你已经运到这边来了 我直接把它分一分养一养 我不需要你教我怎么配种 我直接养殖出来之后 现在有一个大问题 对岸的价格都比你低 你能够怎么样提高你的竞争品质 那已经不是气座问题了 对岸气座很多是有政治目的 但现在就算不气座 你的价格都比人家高的时候 你有什么优势 能够卖你的浓鱼水产品 好 所以学生讲的很清楚嘛 如果它今天先是引进 然后吸收学你的知识之后 接下来就超越你了 所以范老师 如果说对岸就是从这样一步一步 然后再加上如果之前 我们有一些政策上的错误 或是甚至于内神通外鬼 把这个资讯都放过去 技术放过去的时候 那台湾的经济还能怎么样 对上中国的压力呢 对 就是台湾的精制农业 或者生机农业 其实在全世界都很有名的 那包括我们的养殖业 水产养殖业也是非常有名 所以中共它现在用这个方式 就等于说 百分之上是吸引你去那边投资 这样把你的know how 给学走之后 掏空台湾 然后再来可能未来就是 反行销 轻松到台湾来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发现 像有些黄鱼 很多从大陆走私过来 对 所以现在在台湾来讲 当然就是说 面临到这样一个是 生死存亡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知道中共一向是 很会抄袭跟模仿 不只是农业 我们像他们说 今日的山寨之明日的主流 所以其实它的这个 本身他们就比较没有 那个智慧财产权的观念 所以只要是你到 中国大陆去 不管是做农业 或者是工业投资 很快就把你模仿过去了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要怎么样强化 我们的这个渔民的 所谓的这个基本的意识 你去那边投资 你可能看的是 它一个广大的市场 可是它把你的这个东西 学完之后 就把你翻咬一口 我们最有名的例子 像这个中国大陆 我们看它的高铁 和谐号高铁 后来发现它高铁 其实一开始一直发展 就是面临到很多的阻碍 技术问题 后来他们得到了 一个关键的技术 是从日本 那新干线的一些退休员工 他们又很高的这个资金 请他们来当顾问 结果他就突破了个技术 现在变成全世界 跟日本新干线竞争 最激烈的就是中国的 所以一带一路 要把这个铁路输出去 对 和谐号的高铁 所以这就变成说 所以日本后来 开始非常小心 就是说不只是说 限制的人员 退休人员 他都不准 你要跟他签契约 不准有任何资讯 外溜出去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竞争 你今天如果被他学走之后 他明天就反过来 变成你的敌人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我们对农业来讲 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农民 要有这个观念 可能过去农民 没有这种想说 那个市场很大 我就心去再说 当然了 早期因为有些水果 去那边种 其实它的那个 因为气候跟土壤不太一样 种出来 可能没有办法 跟台湾的品质 能够相比拟 可是这几年 随着他们也不断的改良 那个差距越来越小 那优势就会越来越小 所以他以后就不用 再买你台湾的水果 好来这个 停被想要补充 但最重要的是 刚刚石斑鱼的部分 的价格暴跌 渔民当然就希望说 这个不靠中国 我来念一下里面 特别点到就是说 这个曾经创造台湾 养殖高峰的石斑鱼 在中国 刚刚我们提到 在南海 福建等地 沿海都大量养殖 并且提升 越冬的养殖技术后 产量大增 加上对于台湾 活于科征 13%的税率 所以台湾的石斑鱼 反而上市了竞争的优势 所以这是不是 也是一个问题所在 然后包括如果说 又有所谓 内神通外鬼的 前农委会主委的 技术配合 其实中国 已经有设立专区 这已经非常清楚了 已经不是秘密了 它就很直接 大啦啦 就是要吸收 你的技术 农业技术 然后刚好 又由我们的前农委会的主委 去配合 而且他也觉得说 那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问题是 他今天 不论是种植成功 或是养殖成功 他回答的是 我们的市场 所以你说言不言重 很严重啊 可是我们农委会 前主委居然认为说 那没有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说 从丝木鱼 还有龙卵石斑的部分 石斑其实真的 我们如果说 政府做了错误的决策 我相信那会影响到 我们整个发展 其实当时候2009年 政府时代真的 他所做的 精致农业健康卓越方案 还有石斑鱼 产值倍增计划 其实这两个计划 其实他就是 没有想到后面 而且他所鼓励大家 一定要往中国 请销 可是问题是 向中国请销之后呢 那最后就是 被学了技术 换他们请销回来 所以我相信 这整个状况当中 其实是我们现在新政府 一定要去协助 这些农民的 不论是施木鱼 其实施木鱼 是因为今年有寒害 有寒害它的产量减少 可是呢 在11月12月 就是大量 我们应该要 如何做一些 加工设备的一个补助 让他们可以变成是 加工制品 其实我们的加工制品 不一定要销到中国 它销到其他的国家 包括东南亚 还有我们南向镇 这一些相关的国家 其实它非常的风行 但是过去 我们只有看到 中国这个市场 然后一直跟 我们的农民 渔民一直灌输说 你看中国的市场 就这么大 你看我们就不用怕 它有那么多亿的人口 我们随便一放 这都是市场 可是这是错的 这就是有点 这个所谓糖衣毒药 一直在灌米汤 跟你说 你生散 生散 没问题 不用怕 对 那结果现在 问题出来了 那大家觉得 好像是不是现在的政府 因为跟中国 似乎没有 对 这个关系没有那么密切 然后让他们订单减少 其实都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它这个订单就是五年 可是五年之后 本来就要重新再谈 可是重新再谈的话 当然有一些细节的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的政府 应该给予渔民 更多的支持 给予更多的协助 这才是重要的 那有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说 其实我们看到 龙胆石斑的部分 其实真的 渔民真的非常的苦 真的非常的苦 所以不顿是 施木鱼 石斑鱼 我相信 我们政府应该 事实要伸出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 像亭肥刚提到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说 会让农民县或渔民觉得说 这是不是因为两岸关系 比较紧张 或甚至是冷和的状态 这样 所以订单不来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看到的这个是 对岸的陈德明 他说 任何时候都欢迎蔡英文的好动作 什么意思呢 就是像我们看到的 这个有关于 北京的彩线团 最后他取消高雄的行程 因为他只跟 蓝营的县市交流 因为他只跟这个有九二共识的 所以一句话回来 瑞德哥 还是这样吗 就是说 很多的东西 包括现在陆克的彩线团 他也是这样 他就是只跟 承认九二共识的团来合作 这个词很简单 就是威胁利用 很简单 就是威胁利用 那么你不承认一个中国 你不承认是在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 那很简单 我就用这个所谓的 包括 刚刚讲的这些 包括三百亿 九斑 对吧 那之前陆克都是一样 你唯有 也唯有在我自己本身的 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呢 什么都好谈 然后呢 否则什么都免谈 那么其实这些东西 都只是刚开始而已了 为什么呢 我觉得它还没有到 地动山摇的一个地步 可是我们必须要注意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台湾的农与相关的东西 其实还有自己人的窝里帆 不要忘记 我也曾经跟时期一样 也曾经跟所谓的农委会的前官员 那么一起在辩论这个事情 你知道他最后变不过去 他讲一句什么话 政府又没有立法律说 不准我这样做 他就这样讲 这个是个最基本的尝试 保护台湾的农民 连会助议员都知道 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台湾有很多水果很棒 当然台湾很多水果不是我们产的 荔枝也不是我们产的 但是我们的玉盒包很棒 可你知道现在在对岸 玉盒包不比我们难吃 比我们好吃 你知道吗 都有了 连玉盒包 为什么呢 包括福建 包括这个等于说广东 甚至于包括海南岛 这些地方 他们想尽办法的找了 一样的台湾 然后要你的什么东西 要你的技术 刚刚讲到土壤的问题 他就有办法用科技的问题 来改变这个问题 然后最后我就不需要你了 甚至于还到达 你把大量的生产了以后 再把你打回去 这个就是最严重的问题 如果你要统战 照理来讲 你应该要弃作 就云人不断下去 而且每年越来越多才对嘛 就不是啊 把它拿来作为一个统战的工具 当他不要你的时候 就跟我同学的兰花一样了 每一年本来可以进很多很多 最后我有了 我已经从技术 从你那边拿到了 拿到了以后 我干嘛还需要你的技术 而且我用你一半的价格 让你倒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农渔民 现在所面临最大的一个困境 好 所以台湾的产业 除了农渔民之外 当然还有其他相关的产业 那么面对对岸的威胁 除了是政治力的以伤逼政之外 更有可能的是 他们要发展自己的经济 那么面对中国经济压力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做呢 广告会来更多讨论 好 如果说中国市场的 所谓政治因素比较高 那么对于新政府来说 索粹的新南向 是不是就是一个 有利于我们经济 找到活水的地方呢 那么包括这个最新讯息就是 强化新南向 那么林权院长周五会召开16个阁员的会诊会议 那么会一整天的会议 希望能够彻底贯彻这个执行力 来 时期我们怎么来看 就是说包括整个我们刚刚聊到的 很多我们的农业啦 逾越到对岸去 加上自己人的窝离板 很多的技术就销到那边 就整个被打挂 甚至被清销的时候 那么面对像政府推新南向 是不是一个好的策略 我觉得刚刚那边我们先讲到 就是说当时就说 因为是政治采购啦 然后有一些弃作什么 的确因为政府的推动 所以当时有非常多的农民 其实都是抢中 抢养的状态 其实最早的时候 从柳丁开始 到后来柳丁多到没办法 就干脆不要采收 因为大家都抢中柳丁 然后后来 推到路边变柳丁山 对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 他们的弃作 然后所以大家抢养什么鱼 什么特定的鱼种 然后到最后 就是因为政治的因素 所以使得我们自己的农渔民 就血本无归 我觉得那个部分 其实政府应该负 很大一部分责任 因为你的推动 使得今天碰到了这样的状况 然后你明明也知道说 当时是一个政治为主的考虑 我觉得对于农民 农民其实是最弱势的 他们一切都看天吃饭 说在这种状况底下 如果还没有政府的保护的话 那谁来保护他 就是前面这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说 好 那既然现在 我们的处境是这个样子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当然就找别的出路 譬如说刚刚讲到那个虱目鱼 中国人不吃虱目鱼 因为刺太多 然后所以现在虱目鱼 削哪边削最好 是削中东 就中东人可能他们 因为信仰的关系 他们也不吃猪肉 所以或许海鲜 是他们一个很好的选择 也就是说 我们要自己找出路 然后据农委会的估计说 到每家 我们的虱目鱼销量也非常的好 但我们也刚开始也觉得 怎么可能 因为美国人跟加拿大人 应该都吃那个没有刺的鱼 怎么会吃到虱目鱼 但是按照统计数字 虱目鱼往那边外销 其实也是不错的 也就是说 的确南向是一个可能的方向 所以南向我会觉得 就是说 这个政策是对的 但是过去我们也一直 没有很努力地去做 现在这个政府把新南向 当作一个市政的重点的话 那你就得认真去做 譬如说 到底贸易的国家有哪些 然后哪些是重点 然后有没有一些分配 就是程度上面的分配等等 就是这些细目的东西 你要有一个比较清楚 具体的东西出来 否则你看现在其实 这个政府上任五个月了 但是对于新南向 其实还没有做一个通盘的整合 就让人民不知道说 那所以是怎样的人 可以到那边去 或者是我什么样子的产业 到哪边去 或者是我这边可以吸收 你什么样子的人过来 会比较恰当 譬如说我前一阵子 跟姚立敏老师 然后我们俩就在聊天的时候 就说他有一个朋友 他要到这个问 问来 问来吧 是不是问来还是哪一个地方 然后可是他完全没有资讯 所以他就希望能够 这个知道说 所以我们的政府到底 新南向这件事情 到底对问来这个地方 还有东地问 不是问来 是东地问 就是一个我们过去很少接触的国家 这个东地问是不是也在 包含在我们的新南向里面 什么样的产业区会比较好 因为他可能有很多的资金 要去那边投资等等的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都应该要赶快做 第二个层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翻开今年的预算书 42亿的新南向预算 坦白讲我觉得有一点少 很少吧 如果16个阁元要去分下去的话 那不是就更少了 而且按照邓正宗的说法 应该是有18个国家 如果18个国家 只有42亿的话 我会觉得说 感觉上好像分配起来 每一个国家分配到的一点点 当然我们重点是吸引他们来 不一定是我们要过去 但是因为一开始 就是你要打响那个名号 就是你要让大家知道那个通路 所以我会觉得42亿 感觉上好像还是比重稍微轻了一点 那也希望说这个政府 能够在林全 这两天要召集这些相关部会 去讨论的时候 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图像出来 让大家知道说 那所以我们可以吸引怎样的人来 那我手上如果有资金 我可以到哪个地方去做投资 对我会比较好 好来我要赶快请婷妃回应 就是刚刚除了说有报上写到 有执政党的委员提到说 这个新南向的预算只有42亿之外 包括连国民党的委员 也提出来说 我们蔡政府要南向 结果差旅费不到附中的一半 不到去中国的一半 他说各机关所编列的 往中国的差旅费 额度高拔8500万的差旅费 相较于新政府重视的南向 出差费却只有700多万 还不到附中的一成 怎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呢 基本上我觉得 我们所有的文官体系心态要改变 基本上编列这些预算的 可能都是我们的文官体系 这些我们的主机部门 所编列出来的 基本上他们可能没有跟着调整 所有的脚步 其实新南向的一个推动 也不一定要去到那里 这是第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怎么去结合 然后结合所有的资源 甚至到某一个国家 怎么去做推动 并不是你随时去做差旅 然后随时去到那边 这样就可以推动了 当然它不一定是要注重所谓的差旅费 才能去做推动 可是确实如果依照这样的一个报道 也差太多了 不过我差一句话 那个报道是错的 我等一下可以解释一下 好 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说 基本上在整个新南向 它很多是把它包在 我们所有的一个专案计划里面 也就是在42亿里面 有很多我们的推广计划 所以它很多是在这推广计划里面 所以它额外可以有预算 对 没错 它只是把它单纯 有一些是彩旅费 把它说新南向 所以它只是做这样的切割 可是很多是在我们专案里面 是有的 其实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说 新南向42亿到底够不够 其实如果文官的心态有改变 42亿我相信会发挥 1加1大于2的效果 如果文官的心态没有改变 还是像过去一样 就新南向 我就去到其他的国家 然后去宣扬一下说 我们台湾就是要做新南向 就这样子吃吃喝喝完了 我相信在84亿也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说今天 林全院长要召开 这样的一个隔岩会议 非常的重要 它重要在哪里 是大家重新调整 新南向的步调 也就是改变过去 大家对于新南向的定义 你过去的新南向可能就是你们那种 这个原地踏步 原地不动 反正就是消化预算而已 可是现在的新南向 是真的要往前推 甚至目前有很多的台商 其实一听到我们的政府 真正已经要落实新南向的执行 他们非常的高兴 他们高兴是终于这个政府动起来了 而且他们有提很多的计划 不只是台商 还有我们自己国内很多的产业工会 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参展 包括我所讲的 我们全国鞋业工会 其实鞋子是我们很传统的产业 他们过去其实被中国 这样子一个鞋子进到台湾 其实打得非常的严重 当然我们有做反请销 可是反请销因为在海关的部分 其实他们都是高价低暴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阻挡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们现在看到我们的政府要新南向 他们非常高兴 他们也提了案子 除了他们要去越南参展 他们也希望去印尼参展 也就是说把我们台湾的鞋子 它的设计款项 能够到那里去做一个鞋展的动作 可是这个部分 我们政府是不是要给予绝对的资源 如果说这些资源是用在这里 让用业者的力量 跟我们政府的力量 一加一大于二 我相信这些钱非常好用 可是如果今天 我们的政府一样像过去的态度 你出去啊 你出去啊 结果没有在后面迫动的话 我相信那就是一减一等于零 好来 那个慧淑姐你怎么来看 就是现在执政党委员就说 希望虽然只有四十二一 一加一大于二 而且结合台上的力量 可以把这个我们的东西行销 或者把我们的产业行销到新南向 到南向国家去 刚刚庭飞一直指责文官说心态要改 我觉得文官大部分都是听命行事 因为它不是政务官 所以政务官本身要积极作为 我们看这个新南向啊 蔡英文总统 他在竞选的时候就提出来 当选到520 有四个月的时间可以准备 那个时候黄志芳就 黄志芳就当了新南向办公室主任 可是到今天 你看从1月16号到现在 就十个月了 我们有没有看到 新南向政策的政纲政策内容 在座有没有看到 没有 他根本就没有出炉 就没有出炉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 他搞了十个月了 他没有政纲 没有内容 你知道这文官如何去依据 这是第一点 所以我觉得执政党 自己动作太慢 步调太慢 他自己要加油 比方说林全 到现在才要召开这个部会 首长协调会 你520就职 你6月初可不可以给我开一下 就没有啊 搞到现在10月了 才要开 所以新南向办公室呢 这个政策不明 然后人事呢 也翻来覆去 大家知道 现在新南向办公室的主任是谁 他叫傅栋成 他已经不是黄志芳了 从黄志芳变傅栋成 可是傅栋成 当了新南向办公室主任之后 他上面还有个婆婆 那个婆婆呢 是这个邓政务委员 邓正中 他们又去搞了一个什么 对外贸易谈判办公室 那我就不知道 将来是新南向办公室说了算 还是这个对外贸易谈判办公室说了算 所以我觉得说 他的这个办公室搞得乱七八糟 然后呢 政策不明 预算又编得很少 我都不知道他这42亿是怎么编的 是到底谁给他指令 谁去审核通过的 42亿18个部会 一个部会才2.3亿 真的非常少 另外刚刚大家谈的这个出差费 出差费当然不是全部 可是它至少代表一个心态 举个例子来看看 新南向是不是要发展经济 可是经济部居然 要南进国家的出差费是零 他都不用出去 他天然待在家里 他把它摆在专案 我们知道政府的预算就是 你要有科目 你才可以去花这个钱 你没有这个科目 你怎么可以花这个钱呢 那你把它摆在专案 那你是不是名声不符呢 所以我觉得经济部自己本身 非常好笑 然后呢 行政院也是 你看看 他的南向的费用 他不是没有钱 他的这个钱啊 90%放在中国 然后总统府更好笑 总统府呢 他有将你2000万的出差费 是去中国 可是呢 去新南向只有40.1 占了2% 占了2% 换句话说 你要到那边去 刚开始 你是不是要积极地去做规划 所以我们觉得 你多多去考察都OK 可是这样子一个没有预算 没有这个内容 没有政策 没有政纲 没有办公室 组织架架混乱 又没有想要去积极作为的政府 我们真的不知道 新南向 对我要说明一下 就是说他那个预算的部分 去中国的出差费有这么多 他其实是把总统府 以及他下面所属单位 包括了中研院 国使馆等等 全部算进去 可是因为光是总统府 这里面的员工 他是不能到中国去的 所以他是没有 附中的差旅费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 就是他底下的那些 研究单位 中研究的机构 对 那本来就是比如说雇工 然后可能到中国的 采取费会多 那至于说总统府 新南向的采取费 其实是一百多万 不到两百万 大概一两百万左右 所以也不是 这个媒体写的四十多万 所以那个报道上面的数字 有物质 好但是我们要来问的是 这个范老师 就像这刚才会珠姐所提到的 我们现在负责 这个所谓的新南向的办公室 除了这个所谓的 刚刚提到的 互动层之外 其实邓振中 他也接受媒体的访问 他讲说 这个新南向要让力优先 其中有提到一点 我特别话前 他说啊 就是透过这个集中资源 透过农业生产 医疗器材等 台湾拥有技术优势的 软实力产业 是首波南向主力 可是我们刚刚前面 有特别提到嘛 这个软实力很容易被 也很容易被雪走 那像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要担心一下 如果说是透过 技术上面的交流 我觉得林全 他为什么要开这个会议 其实我觉得 的确是已经火烧屁股了 就大家认为 新南向政策 一直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 虽然我们看到 在9月5号 有一个政策纲领 大家如果去看 那个政策纲领 其实内容是很空泛的 就讲大方向 例如我们是以人为本 我们什么 没有看到具体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大家对新南向政策 其实是有很大的期待 其实不是只有台湾 在做新南向 日本跟韩国 比我们跑得更快 我们台湾已经是落后了 那他们怎么做 就是有国家级的战略 你政府 你今天要刚举目张 你今天不能说 有一个政策刚领 一个缩帖而已 好 我们现在新南向政策办公室 好 现在本来是黄志芳 现在要换成复动层 那请问一下 他在总统府这么高位阶 他有没有执行单位 他跟各个部会 怎么做协调 我们例如说 我们现在好 教育部要做什么 外交部要做什么 乔委会要做什么 你要有没有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战略规划 好 那例如说我们要怎么样 运用我们在台湾的这些外配 对不对 他也是新南向的一个尖兵 后来我们的这些乔生 我们怎么运用他 看不出一个具体的一个规划 就好像还是一个空中楼阁 我觉得民众那个 耐心已经到最后了 是 所以我觉得蔡政府 这个时候做是对的 但是我希望这次会议 不要还是大拜拜 要拿出具体的做法 因为大家现在要看的是 你能做什么 各个部会可以做什么 对 有没有一套战术 怎么样来实施 各个驻外使馆 我们现在看新加坡的代表处 黄志邦去不了 现在也不晓得是谁要去 这些都看着 大家会对你的政策 产生一个什么 觉得产生忧虑 甚至信心不够 我觉得当这个信心不够的 这种产生出来 大家目前是觉得说 还在调整过程 还是勉强可以接受 可是我觉得民众的耐心 已经到了一个最后临界点 我觉得政府真的要赶快拿出 具体的作为 否则当那个临界点一过 就跟柯文哲一样 大家对你已经没有耐心了 好 瑞泽哥我们来看 媒体报导是说 推动新南向了 林魁中午出马整合 那么判有效的整合 各部会资源预算人力 然后还会年底前开始执行 四年计划 南向18国中 配合度高的国家 就投入相对较多的资源 其中包括东协十国 南亚六国跟纽澳两国 所以一共是18个国家 这样子能够讨论出 一个什么东西 什么样的方向 或是什么样的刚领出来 让大家有觉得 知道动力在哪边 像纽澳里面的纽西兰 一向跟我们保持 非常好的关系 可问题是双边贸易而少 那么东协十国里面 其实现在最大的一个大国 RCEP我们都知道 是中国也在主导 另外一个主导的国家 就是印尼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 高雄武清不是已经停止了吗 然后事实上印尼 就非常想要得到 高雄武清原班的东西 来到个印尼就对了 他们甚至于必要的时候 把整个岛划给你 台湾相关的厂商 划给你 然后如何来进行 他们的一个清工业区等等 那么所以这个都是 南向政策的相关的一个规范 然后可是问题是 你不要忘记 42亿你说少很少 为什么呢 因为十几个部会又弄下去 18个国家又弄下去 又就稀释掉了 可问题是 南向政策不是叫政府 拿400亿4千亿去丢在南部 丢在南方的国家 不是这个意思 南向政策是 你要拿出一个具体的方针跟策略 然后能够带动台商 到这个地方投资 也带动外资相对的 能够看看 也跟我们台湾合作 甚至于来台湾投资等等 双方 这个不是只有台湾出去 花钱而已 这不是 两边是对等的 那么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 南向政策不是现在第一次了 李登辉那时候就有南向政策 李登辉那时候为了推广南向政策 不客气说丢了几百亿 你知道吗 那么那个大到什么程度呢 连没有邦交的国家都去了 菲律宾去了 泰国去了 印尼去了 而且都是高规格的 你知道吗 高规格的 总统级的 副总理总理级的等等 很多高规格出来 菲律宾苏比克湾还花了一大块 成为台湾的相关的经贸特群 所以南向政策 你要给人民知道 你要做什么 你要怎么做 南向当然是对的 因为南向是因为 你不能太依靠中国 太依靠中国的结果 龙胆石斑跟撒法皮是你最好的借镜 所以南向方法是对的 但是你要怎么做 你打算要怎么做的那个纲要 不是42个问题 大家看到你的决心之外 你要拿出来告诉人民说 你要怎么做 好 最重要的是 这些新南向国家 我们也是都没有邦交的 所以说这到底怎么踏出第一步 确实是比较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我分享一个实际的故事好了 因为很多时候 民间的商人比政府动作要快 所以我有一个朋友 他养台湾雕 就以前救命就是无锅鱼 那问题是台湾雕很多人都觉得 你品质不够啊 你没有办法达到人家的标准 或是你去卖南向的国家的时候 纽澳会觉得 我怎么知道你的东西 有没有符合我们的人道养殖 或者是污染的标准 所以他想到的方法 他去欧盟拿世界上最严格的 ASC认证 ASC认证是什么 他连你在这个 我们说养殖那个田梗 上面你不能用除草剂 你要用手工除草 要么用砍的 要么用拔的 然后他的人还会来调查说 你跟社区的关系好不好 因为你在那边做养殖 你必须要跟附近都有很好的整个互动 然后你的水值 你的相关的养殖的密度 人家养三万围 你只能养一万围 那这种标准 整个过下来 六十一项 你每一项都要过 如果你不过 你整个认证都不行 然后这个认证 他是从新加坡那边直接派人来 但是他派过来之后 他总共光是我的朋友的 这一个ASE认证 他公司就花了一百三十几万 但问题是认证完之后 他可以卖美国 他可以卖日本 他可以卖纽西兰 可以卖澳洲 可以再卖到欧盟 跟我们刚刚讲的中东去的时候 有的时候所谓的南向政策 不一定钱都要花在那十六国 而是你把你的标准提高之后 那些国家自然就比较风行草演 你证明了我可以卖到欧盟 可以卖到日本 可以卖到中东之后 那纽澳就自然接受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有的时候 他知道可以新南向 可是问题是新南向的第一步 也许不是往南方走 而是先去认同了一个高的标准之后 那自然可以再往下走 所以有很多时候 政府可能要思考一下 南向政策不一定只往南走 而是如何提高我们的标准 否则如果只比低价的话 坦白讲人家菲律宾相交 重比台湾要便宜 而且很有可能重比台湾要好 我们现在价格很贵的时候 可能不能只靠价格 或是真的只想说 我们只是把东西卖到 南向那16个国家去 好勒 但是一个比较尴尬 就是说我们现在推新南下 那么当然泰国也是在南向国家之一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泰皇呢 在加崩之后 最近他们整个是国家 是属于一个国伤的状况之下 那么今天早上一个最新的讯息 那就是说 好失礼哦 蔡总统赴泰办事处致哀 结果留言拼错了 把这个泰国的国民拼错了 是THAI 只有T少的一个H 方老师 这个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 这个再是一时比悟 我相信蔡英文的总统英文应该是很好 他也留学美国跟英国 当然博士学位 非常应该是一时比悟 但是我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然泰皇驾崩 这是一个很 他们举国很难过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去思考 就是说 一年到泰国去旅游人数 大概有三千两百万人 那目前看起来 泰国短期之内 他的这个旅游的这个 因为娱乐业都要暂时 一年都要停止 对 所以我觉得反而我们要去思考 这个问题就是说 那台湾可以从这边 要去泰国旅游的人 可以拉多少人来台湾旅游 我觉得我们 我们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引导到台湾来 对 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取代 但是我们 发挥我们的一个角色 因为现在有 全世界有三千多万的人 不去泰国 泰国在全世界来讲 算是一个旅游大国 那他今天遇到 这个不幸的事情 但我们不是心灾灾乐祸 而是说 那这样一个商机 我们可不可以掌握 那我们现在路客不来了 那来了比较少 但是会不会有人 想要去东南亚国家 或想去泰国的旅游的 这些民众 欧美的观光客特别多 我们是不是能够掌握这个机会 我觉得这就是政府的反应 但我们今天好像大家都不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当然就会让这三千多个人 往别的国家走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政府 我们在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够赶快地想出我们的策略 这是非常重要 好 来 请飞补充一下 其实真的是比误 我觉得如果用这个议题再去 做比较多的延伸 我觉得是有点比较不适当 但是刚刚老师讲到 就是有关于这个人家的危机的时候 也许是我们的转机 没错 那么包括有没有想到说把这个人 太去泰国旅游引到台湾来 这个部分 其实我想这个观光的部分 就是说到底要怎么引入这些资源 然后怎么样让我们的观光可以再发展 然后甚至是不是说 用危机转机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其实我觉得本来就是 小英政府应该去思考的方向 因为每一次 我相信现在520之前跟560之后 最会被戴上帽子的就是说 你看中国可能又有一些动作了 然后可能路客不来了 或是说有一些订单都不下了等等 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不要把它放大 放大完之后其实是对我们自己 政府的发展是不利的 其实我想以观光来讲的话 其实观光的部分我们真的是可以往 东南亚国家或是欧美国家 日本国家来发展 甚至泰国等等 我们其实如何引进我们更多的资源 进到我们台湾 那就是要宣传 我们要怎么宣传台湾的好 给他们知道 其实这才是重点 我们是不是说 今天大家每次我们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 大家就说你看 民进党又在放弃中国这个市场 其实我们不会放弃中国的市场 我们要的是台湾放眼全世界 每一个国家的市场都是我们要争取的 好那么我们请导播来帮我们带一下 也许呢 这个农产品或者是其他的技术 现在还在慢慢陆续要向上东南亚 但是其实我们的无人机技术 是不是其实已经消了东南亚 会成为所谓新南向的先锋部队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更多讨论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的几位来宾 首先要欢迎的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徐红廷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的是风传媒的军事记者 非常资深的吴明杰 主持人大家好 好我们请大伯带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报纸 其实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真的觉得很余有容焉 因为我们的国防的受到这个美国 我们这个美国的爱三飞弹 其实有部分的技术是来自于台湾 也就是说其实对于台湾来讲 在军事工业的部分 是备受先进国家所肯定的 我们先来看这次报道 实际操练空中拦截敌军飞弹 这是我国主要防空武器 新型爱国者飞弹 爱国者三拦截射程大约50公里 命中率高达9成以上 雷达征收能力相当强大 雷达或寻标器来讲 我们就是这个飞弹这个拳头要攻击 或者精准击毁目标 它一个这个大脑 军事专家点出关键 虽然爱国者三是美国买来的 但不说不知道 其中的雷达技术 其实是Made in Taiwan 爱国者三追踪雷达系统 就是由中科院成功建立 甚至获得美方原厂认证 并为台湾赚进8亿元订单 中科院里面 其实已经相当成熟 让我们这个相关的能力 其实受到美商的肯定 可以算是我们国防自主里面 比较亮眼的部分 不只卖给美国 就连我国自行研发制造的 天工三型飞弹 也都是采用相同的雷达技术 成熟度相当高 制造业的厂商 其实他们已经有取得国际认证 只要不违反我们国家 对于友邦国家之间的 这种产业的输出入的话 我们都乐观其成 新政府上任大刀阔斧振兴国防 军品外销也成了 未来发展新方向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这个飞弹就是美国的爱三飞弹 这个飞弹是美国要推给 日本南韩等国家 结果这里头居然有 我们的技术在里面 乐哥 对台湾的军事工业 其实真的是非常精良的 对 不要妄自肺薄 看清自己人 这个台湾的表现 爱国者三型这个飞弹 我个人在很久以前 在台北县的万里山区 曾经无意中发现它的载具 它的载具非常的特殊 非常的载 非常的大 非常的平 然后看到爱国近距离看到 因为他们没有人想到 凌晨三点会有一群疯子去那边 等于到大家在那边聊天这样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东西 后来还知道原来是爱国者飞弹 那么爱国者飞弹卖给台湾很贵 然后它的功用很大 可问题是 它里面的很多最重要的 包括雷达追踪系统 竟然是我们台湾 这个是另类的台湾之光 对不对 刚刚说过了 天宫三型飞弹里面 也有用类似的 等于说追踪系统 每一年我们还均售它 等于说快要八亿 你不要以为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台湾曾经有一种武器 均售美国 你知道吗 是什么 通常我没有讲错 因为通常你会觉得说 台湾都是跟美国买武器 是啊 美国人在伊拉克战场 跟在阿富汗战场所使用的 所有的步枪子弹 全部是台湾做的 没等于台湾 全部都是台湾做的 然后除此之外 另外一边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有关于无人机 那么现在无人机 事实上台湾的研发 也更加的 发展的更加的多了 然后甚至于把无人机 各式各样的研发以后 要打算给它外销 我们各位说 三十几年前 台湾的无人机的研究 曾经是世界第一 曾经是世界第一 那时候在美国 他们都还没有投入 无人机研究的时候 我们台湾就投入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在很多的 飞机的先进采购上面 受到了一个瓶颈 所以全力投入到 无人机里面 我们的无人机载具 就可以架设所谓的武器了 不是只有单纯的 这个等于说 收集勤资这样的一个功能而已 那么很可惜是 当时主政者 后来他变更了 他整个战略构想了以后 就使台湾的无人机 因为这样而慢慢慢慢的 一个减少 所以你看 包括在爱国者 这个飞弹里面的 相关的领主舰跟雷达系统 包括无人机等等 包括刚刚说 也不是只有 等于说我们的子弹而已 我们的T91冲锋枪 其实是很棒的 全世界很有名的 然后在此之前 我们还曾经军援过很多 包括东南亚的国家 甚至于来自中东的国家 相关的武器 只是这些都属于 比较高的国家机密 不愿意在外面曝光这样而已 所以其实台湾在军队化的这一块 顶尖的我们拿不到 可问题是 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做的 很多人会说 你国舰国造 造潜水艇 我们的技术能不能 我告诉各位 技术都不是问题 而最重要的东西在哪里 最重要的东西在武器 因为你有了飞机 有了潜艇 有了船 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它的武器 那么这个武器的部分 我们还是必须要仰赖 跟美国的相关技术合作 好来 明杰在现场 我先来念一下 今天的标题是说 军品进军国际 那么台湾走出自己的路 其中呢 这个记者写到 中科院上周呢 组团赴日参加这个航空展 那么将34项的发展成熟的 台湾自行研发制制的装备 向国际展示 从国际买家争相接触 不难发现 台湾军事装备在 国际销售的空间 未来将大为增加 所以明杰真的不说 大家不知道 其实原来我们的 这个确实我们的 国防工业的武器研发 像中科院是相当厉害的 对 其实 大家之前看到嘛 熊山的精准度 是经过实际验证了 这个是最好的证明 那我们的其实中科院 过去几十年来 累积了很多的技术能量 其实过去我们 包括我们IDF 也是自己打造出来 那现在就是说 我们过去很可惜的是说 有很多的研发能量 其实已经到一个程度 但是因为 有些武器 有国际的市场 那可能要外购 所以有些能量就 这个打住 那没有继续投资下去 这是很可惜的 那现在看得出来 就是说这个新政府上台之后 藉由国建国造 国际国造的这个部分 那要去拓展这一个 这一块的 包括人才资源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方向 我先补充一下 刚刚讲的 今天这个消息 是讲爱国者三型的 这个雷达追踪的 中间的一些 所谓的这个 讯号处理技术 可能是我们台湾的 这个技术提供的 那这当然是 很引以为要的事情 那我们知道 就是爱国者飞弹 它二型跟三型还是差很多 三型它的战力更加提升 那它的用的 这个MPQ65的雷达 那它其实基本上 它可以同时追踪 100个空中的目标 那这个发射 18枚的爱国者三型 去拦截中间的 这个部分的飞弹 那拦截率是 据说有大概9成以上 那这个技术是非常困难的 你在透过雷达的追踪 然后要去锁定这个目标 而且现在老共的飞弹 它有多弹头 它又会变轨 所以你不是说 它只是固定的弹道 你也要跟着它的变轨 跟着它多弹头 它我们现在这个爱山 它是可以 这个辨识真假的弹头 然后所以它变轨 可以调整它的这个 这个动向 那所以它的技术 非常的复杂 那我们 从这个讯息看得出来 就是说过去中科院里面 有的一个 也算蛮关键技术 就是讯号处理的这个技术 那讯号处理也是相当复杂 因为像类似这种弹道飞弹 攻击跟反弹道飞弹的防御 中间有还有很多的 这个电子战的成分 那你在讯号的传输过程中 很容易被干扰 那我们就有抗干扰的能力 能够保密 那个链接可以加密 等等之类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说 我们的飞弹的技术 像这个雷达 过去我们的天空二型 其实用了长白雷达 也花了很长时间去研发 那其实它的性能 已经不输爱国者 所以今天这个讯息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我们除了这个过去国造部分 我们打造出天空二型 天空三型 连老美某个程度 都借用我们的部分的技术 那这当然相当的不容易 那接下来要谈 就是说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未来这个所谓的外销 对外的管道的这个扩展 今天有人在讲说 那我以来新南向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 当成一个诱因跟筹码 这当然是一个 很好的诱因跟筹码 而且我想我们的 这个国防科技的水准 当然是提升到 另外一个层次 过去也谈到说 老美的确以前阿富汗 这个伊拉克战争的 这个5.56的步枪子弹是共买 我们以前造子弹子弹 是比较低阶的技术 现在这个雷达技术 这是很高阶的技术 那过去我们在军事外交 其实早期像前任民进党 政府时代 那时候对于中东 对非洲援助 我们也有这个 比如说送他们一些 一些轻装备 那这出售等等 那都是属于比较轻武装 那这个飞弹技术 是比较高层次的 那相对于这个飞弹技术 跟无人机来讲 那对东南亚国家 当然有很大的诱因 会吸引他们来跟我们合作 好来 这个学恒 我们知道刚刚有提到是说 包括这个所谓T91的步枪 我们其实对外的 就是也是深受喜爱 可不可以讲一下 其实应该这样讲 T91过去研发到现在 根据试射过的 这个新闻界的前辈讲 其实它的稳定度是很高的 那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就是我们实际上 人家想要订 但我们也不能卖 那这次是经过 美国步枪协会 跟美国政府协商 同意之后 卖给美国的Wolf Armour 也就是这个专门 以弹药为主 但它也有自己的枪支 跟锡形袋 防弹衣等等的产品 这家公司 那主要我们还不是全枪输出 我们卖的是 这个上部枪身 也包含了它的枪机的部分 那这样子的产品 它目前其实进口大概1000多组而已 如果销售量很好的话 因为它等于是自己组装了另外一个产品 叫Wolf A1 那如果在境内 美国境内销售很好 大家都觉得它很稳定的话 才会有下一批的订单 那其实我国在这个步枪制造上面 从以前到现在 因为这个我们受限于很多的军火 这个输入的问题 所以我们自己这个设计 跟自己打造这个枪支稳定度都很高 但问题是不能用卖的 所以你看到 跟我们相关的一些国家 如果持有T91的话 多半是用援助的方式给他们 那这一次如果开发了这个新的可能性的话 它的单一售价或者它的整体带来的商机 可能没有像爱国者飞安3的 这个目标辨识系统这么高 但问题是它等于打开了另外一个可能性 它变成我们可以用除了晶圆 除了我们刚刚讲农产品之外 有另外的产品可以行销 那而且对我国来讲 这个东西我们原来研发出去 是没有管道可以卖的 那现在有一个新的行销管道 我觉得总是一个加分 好所以说今天报上也有特别提到是说 其实就有这个委员讲说 如果我们是真的希望武器能够外销 要能够判一个SOP 为什么 我想男生其实大概都是对武器 是相当的了解 其实有兴趣的 像宏廷 台湾的这个地位就是比较敏感一点 那么从过去马正普时代的时候 当然我们希望两岸是比较和平 所以说包括有人在批评是说 马正普执政时代的时候 对于武器的部分 其实我们自己是尽量的 以攻击信赖或不生产的部分 那么现在如果希望蔡政府要 所谓的国建国造 或是自己来制造 这个所谓的发展公共业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来克服 就是台湾这个很敏感 你不能销售武器出去啊 我就从两个部分来看 就是说所谓的卖武器 就不知你等不等同意 就是说在新南向政策里面 创造出一个新的市场 这一点其实我打一个问号 因为真正的南向 在我们的观察 跟在我们的看法里面 真正的南向 就像我们过去很多的台商 比如说台湾很多的仿制业 在越南 它其实建立了一个 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供应链 比如说我们的民生消费产业 像统一企业 它在菲律宾 它其实已经有五六千家的便利商店 这样子的一个连接点 那这是第一点 所以对单衣武器 能不能外销到 这个所谓的东南亚 能不能创造一个市场 坦白讲我们乐观启程 但是重点是 均需品的购买跟买卖 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限制 在于就是说 其实国际上它有一些 不管是所谓的联盟 或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比如说我们刚刚所提到 爱三的这样所谓的 雷达的这种讯号处理方式 能不能够有可能成为 我们未来外销的工具 这一点其实我打一个问号 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 特别高端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里面 其实就像我们讲的 你含有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层次 如果东南亚 我们卖给了东南亚 这样的一个技术转移 基本上它一定要签什么 它一定要签NDA 就是不管是保密协定 就在它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范围里面 能不能去做这个部分 可是我们也知道 在中国大陆 目前对台湾的各种军事用途上 它非常非常的 甚至一度有人说 曾经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军机 飞越海峡中线 其实就是为了去判读 所谓的这个雷达的这样的一个讯号源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在我们做所谓的这个军舰 跟我们做所谓的这个军事品 国造这个方面 我们的主轴还是在保卫我们的领土的 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商品 是比较难所谓的市场化 因为我们必须要保留 它的一个这个比较隐秘性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才能做到防卫我们自己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如果真正要去把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品 去做所谓的这个往东南亚这样的一个销售的话 其实我倒认为就是台湾商业化的东西很多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军舰国造的这个部分 台湾 大家观众朋友可能不太晓得 台湾的游艇 其实这技术含量是全世界第一名的 我们其实做了非常多的游艇外销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另外一种的商业化 那它是非军事化的 这个部分我倒觉得会比较相对的这个 那另外我是肯定所谓的这个潜舰国造这样的一个做法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在中国大陆跟台湾 整个国际这个军事不对等的这个状况下 我们必须要去保持所谓第二级的能力 也就是说潜舰会是保卫台湾一个很好的一个 这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关键 因为它会塑造就是说中国大陆对我们开战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个成本 就开战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因为当我们有了第二级的能力 表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军事的这个领域上 我们在有一定程度 我补充一下 那个我想我们的新南向 如果说要跟所谓的这个军品外销挂钩 它当然重点不是在于市场 它跟经贸上的关系是不太一样 经贸上我们希望开拓它的市场 降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 但是军事的这个技术的合作跟交流 其实它背后的更深的意涵 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盟友的关系 是政治上的关系 我们看的不是它的钱 它的经贸的利益 所以你说这样的高端的技术 你要卖给它 比如举例来讲 熊山飞丹要办卖 当然不要卖啊 我们这么手上掌握这么强的王牌 老美要买我们也是不卖 我想这样的技术 当然是不能够外流 那当然我们只是觉得说 这是一个水准 就是说国际上的一个评分跟形象 你台湾的国防科技 可以走到这样的层次 那对这些东南亚的国家来看 它会认为说 你有可以学习或吸收经验的这个诱因 那它来跟你谈合作这过程 就是一个交流 就是一个关系的建立 那至于说 你要释放什么样的技术到那个提供给它 或者是说 是不是要所谓的做到军品 这样的食品去卖给它 当然你像爱国者三行这样的科技 它当然是国家要进行管制 美国不管它卖什么武器给台湾 它也是要武器要输出 有一定的管制措施 那台湾未来如果要走这个方向 你高端的真的科技 你当然要有所保留 那只是说在谈这个 透过军事外交的这个过程 去跟这个对方 进一步的提升政治上的这个关系 我觉得这才是背后最重要的意义 我补充一下这个明杰的说法 就我不太同意这样的一个状况在于 就是说东南亚跟我们之间 其实是某种程度是一个禁合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以菲律宾而言 我们曾经一度为了渔船 差点产生这个军事冲突 我们有可能外交这个部分 越南的部分 中国大陆透过亚投行 拼命的在做他们的这个基础建设 那习近平最近还甚至去了柬埔寨 那对了泰国缅甸这些部分 台湾能够合作军事合作的 坦白讲是过去我们最好的盟友 就是大家都知道新加坡 那新加坡也可不可以 跟我们透过技术合作 去做这样的一个战略部分 我觉得这是可以考虑 对 我同意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市场 还是要好好的思考 就是能不能够往这个 当做新南向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这个我确实打个问题 好 停飞其实确实是个好问题 就是说这个军事的合作 不像经济的合作 就是我们 而且你看我们经济的合作 都很怕说技术被学走了 更何况是军事 其实军事合作有它一定的美感 那个美感可能跟经济合作 更多 其实我们必须说 这一次是因为中科院 去东京参展 这个航展之后 然后让大家因为熊山 真的是因为熊山的物色事件 然后似乎大家看到说 原来台湾它是有自治的能力 而且技术各方面 其实有到达某一个程度 所以在这个航展里面 大家就开始去讨论这个议题 然后当然也会去交流彼此的意见 那因为中科院是在 改制行政法人之后 就开始对外参展 包括巴黎等等 然后这一次是去到东京 那这次去东京 可能是在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 其实今天中科院自己也跳出来说 说好像对于现在媒体所报道的 并没有这么一回事 他没有正面承认 也没有正面否认 因为这是军事机密 而且这也是牵扯到彼此的 一个保密协议 那其实我觉得 有这样的讯息传出 对我们台湾的 未来我们要去推动国防自主 然后要去推动国防产业 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 表示我们真的有这个能力 是过去我们被忽视忽略了 那既然有这个能力 我们更应该去做一些 国防产业的推动 所以为什么小英总统一直强调 我们要五大产业 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国防产业 当国防产业一推出之后 其实不论是航太业子 或是船破造船产业 基本上他们都是拍手叫好 为什么 因为这才是一个契机 也就是说当今天 国防产业推动之后 有一些零星的产业 其实我们可以从 我们中小企业这里 开始去推动 其实我们的中小企业 有很多其实是帮 国外厂商去做很多的零件 对 武器的零组件 代工 所以我们如果今天 我们有这个能力 我们可以在台湾去做国防产业推动 去结合我们自己的中小企业的能量 把它结合起来 往外推的话 我相信这对我们真的是 可以有经济发展 又可以国防发展 但是我想问的是 比如说一个最新的讯息 那么菲律宾的总统他说 南海问题只和中国谈 中国才能帮助我们 所以回到这个部分就是说 到我们走新南下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 军事交流的时候 会不会面临 还是有一些矛盾 我觉得多少一定会有一些 你之前没有办法预期掌握的状况 比如说杜特地的行径 就是美国当初 可能也不会想到说 原来杜特地 它会对美国有这样子的反应 本来他们是一个军事盟友 这样子的关系 那讲到台湾的军事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说因为我们的中科院 其实技术研发的能力 非常的强 可是国际上从来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是因为它之前 是在国防部底下的嘛 那后来在这个 蛮有总统执政的时候 后来它就变成什么 行政法人 然后所以它就 首度地跑到了巴黎 去参加航空展 然后所以现在跑到了东京 那可能明年会跑到新加坡 就有国际三大航空展 那据说在巴黎航空展的时候 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国家 还蛮重要的国家 就想要买 也就是说台湾的这些军事的研发的能量 在国际上面被看见了 那生意订单 当然就会自然吸引 那我们很难说 我们要去制造出一个完整的东西 然后我们军售出去推销给别人 这毕竟是有国际政治上面的压力 就美国可能也会希望 也会害怕担心 也会害怕担心 想说万一这个恐怖分子 要有兴趣要买的话 那怎么得了啊等等 就会有一些国际上的压力 可是我们不一定是要 弄好了一整个东西 我们有其他的技术 有一些零件 这些东西当然是 可以是我们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再加上刚委员讲到 就是我觉得那个是 蔡英文政府 她对于台湾的国防产业 作为经济政策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柱 我觉得她是经过思考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技术有 我们可以自己做军事武器 我们可以自己做飞机 做前舰 这些东西其实都反过来 也变成台湾在面对经济 已经低迷了很多年之后 可以重新站起来的 一条新的路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更多讨论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刚刚好几位来宾都特别提到 其实在我们国家 尤其中科院发展武器的能力 其实是备受国际肯定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接下来我们会不会因为 预算的关系呢 在蔡总统讲说 国建国造或是潜建国造 等等之类的 那么有关于战车的部分 战车的研发 现在在评估当中了 那明节会不会没有 到时候又没有预算 据我们现在了解 就是说之前大家只说 潜建国造 国际也要国造 那要不要国车国造 那其实这个问题 很多立委问了陆军 那据我们了解 跟这个去做一些调查 就是说 其实陆军他们在 上个月9月下旬 他们有发了一个 喊给中科院 他们也要启动 所谓的战车国造研发案 已经请中科院去做评估 那这个是第一阶段 就是说你要先去评估 请中科院自我评估 说我们有没有能力 自己也来打造 所谓的第三代的战车 那在此之前 基本上现在陆军 因为他们的 所谓的战车 大概有将近1200辆 那我们就算是自己研发 还有另外他们 其实有三个管道 同时进行 第一个是自我研发 第二个其实他还要 这个也是要对外军购 那最后一个是性能提升 那对外军购的部分 据我们了解就是说 其实他们在今年 已经跟美方谈了 其实过去他们陆军 梦寐以求的M1A2 型的这个主战车 目前进展非常的乐观 那等美方就是提供 这个报价书 那就会做一个预算的评估 那目前陆军他们是 已经排定预算 大概预计在2018年 会有经费来采购 所谓的主战车 那因为我们需要的量很大 你不可能全部换装嘛 那之前大家也知道说 在这个汉光野袭前 那个CM1要翻车 大家都认为 这战车怎么那么旧了 那其实将近1000辆以上的战车 不可能全部老美卖你这么多数量 所以他们跟美方评估 目前可能可以获得 大概就是100辆到160辆左右 那剩下还有好几百辆怎么办 那就是要走所谓的研发的路线 那我们自己也来进行 所谓的国造研发的评估 那如果说技术上可行的话 就是会作为配套 一部分是外购 一部分是自我研发 但是这个战车到底有多厉害 因为有特别需要什么 可以击穿共军的新一代武器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现在共军他们 其实这几年他们的研发 他们的战车 其实都性能越来越优越 像他们的这个 不管是防护的装甲 跟他们的火力 其实都相对很强 那M1来讲 我讲最简单的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买M1 A2 我们现在旧款的 所谓上一代的战车 基本上我们战车 他就是说 发现战场上有目标的时候 他要先停下来 车子要先停下来 然后要先去追瞄 然后发射 那你在停下来的时候 那对方就可以打你了 那M1 A2 他的优异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 他可以边走边打 我不断的行进 我在行进中 就可以进行搜索 然后我同时这个车长 他可以连续追踪两个目标 我对方这辆战车打完 我就马上转另外一辆 马上打 所以他的机动性 相对强很多 那火力当然也比过去 他是1-2洞的 这个炮 那过去是1-5的 他火力也比过去都要强大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有很多争议 也有人说 现在预算有限 那陆军你已经买了 阿帕契这些直升机 为什么还要再买 所谓的主战车 这当然战略上 当然我想民进党政府 他们会有一个评估跟调整 那数量上的需求 有多少不确定 但是基本上到目前为止 陆军跟国防部 目前其实已经同意了 我们这个可能 2018年开始 会跟美国采购 大概将近百辆的M1A2战车 好所以说从这个国舰国造 国际国造到现在 我们的国车也会国造 那么对于国防的保卫 让自己更有安全感 那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另外一个 我们要值得关注的话题呢 就是有关于国民党 是不是因为这个红袖柱 要去对岸 跟红席会登场 那么一开始红席会登场 这些栏尾们要红袖柱说出 一中各表 那么红袖柱立刻呢 在隔天呢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就讲啦 那你胡联会啊 马席会 有没有先跟这个党团 报备呢 那么现在会看起来 是不是因为 整个红席会的登场 导致国民党内部 现在开始了 新一波的所谓 党主席之争 我们来看这次报道 十一月中红席会确定成行 但是莱茵立远却要求 国民党主席红袖柱 到对岸不但要大喊 一中各表 出发前还要先跟党团 沟通报告 哪一次的联合会啦 或者马席一之会啦 主席会啊 这个事先跟党团做报告嘛 九二公司里面就有一中同表啊 可是九二公司有几个要件 有几个内容 那一中同表是一中各表 是在这个里面的 明明想说一中各表 红袖柱还是口误 不断说成一中同表 党团的忧心 真的不是没有原因 过去红主席 在几次的发言当中 对党内可能对于 无论是路线的问题 可能会有一些忧虑 多几次的沟通的管道 保持良好的沟通管道 我相信未来对于红席会 还有包括未来党的方向路线 我觉得会是有很多的帮助 您本人会一起 我不会 为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 党团大动作 外传观点就在前副总统吴敦英 日前访美桥界 毫不客气怒呛红袖柱 变动了国民党多年以来 九二共事一中各表 绝不能切割的基本原则 还算说是红袖柱 跟我们中国国民党不同调 不是我们跟红袖柱不同调 红袖柱 吴敦英跟国民党退休同志 讨论未来党的方向 征选主席动作不断 隔空开炮之后 党团接着出手 百名要牵制小辣椒 别乱放炮 国共论坛登场前 国民党内的路线之争 先激烈交锋 好 一个最新的讯息是什么 防红席会讲一中同表 全体栏尾明天要见红袖柱 刚刚这个瑞德哥耳朵很好 一听到访问就说 有人口出就是真心话吗 是什么事 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同表 讲了两次 各位都不相信的话 他讲了两次 他讲第一次的时候 我心里还想说 终于把心里面话讲出来了 他再讲第二次 我说确定他真的是讲心里的话 第三次说是一中个表 所以什么意思呢 他讲了两次 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同表 最后才发现自己口误 改成一中个表 那么显然 其实在红杰柱主席 他的心目中 他不觉得一中同表 有什么不好 所以前几天还讲说 为什么要怕一中同表 他特别这样讲 你们为什么要怕 那么我也蛮有意思 就是说 为什么这么多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尤其是必须要经过 选举的区域立委 他们会那么怕一中同表 因为如果一中同表的话 就完蛋了 我想坦白了 一中同表的最高的定义 就是复应九二共识前提的 那一句话 叫做一个中国 那前面也是一个中国 后面也是一个中国 那九二共识哪有存在的目标 跟存在的标的呢 那问题就在这里 为什么大家会那么害怕 因为如果一代红袖柱 你不要忘记 我听说马英九在马席会的时候 他不是在记者会里面 很高兴的讲 讲说基于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的前提之下 我们大家觉得很奇怪 那为什么他不讲一中个表 听说演讲完毕了以后 他有反应说 我有讲啊 可是所有的人把那个袋子 全部倒出来 没有讲啊 可是他认为他有讲 你知道吗 可是问题是没讲出来 什么意思啊 就跟红袖柱这次的错误 是一样的 他只是把他心里的话 讲出来了 所以呢 一个一中同表 跟一个一中个表 竟然会产生国民党里面 路线这么严重的一个分歧 更不要误判 为什么呢 吴敦义他在马英九执政期间 口不出恶言 你知道吗 可是现在突然间这么重 而且他讲话一次比一次更重 然后甚至于连一中乱表都讲出来了 连一中乱表都讲出来了 吴敦义一定会竞选明年的国民党的主席 那么眼看着这么多的同志 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说上次选举的时候 这个红袖柱得票率不是很高吗 把其他竞争者打得落花流水吗 你以为说黄沪新党部的这些有效票 一定会投给他 他一定会赢 你错了 为什么呢 其实也悄悄地在进行这些相关的转移 然后呢 我听说国民党在各县市的一些 过去因为没缴党费的人 是 蛮有意思的 这些党员也悄悄地在缴党费 那他们缴党费是为了 缴党费就可以投票了 你没有缴党费的话就不能投票 那么你缴党费的话就可以投票了 所以明年下半年 国民党党主席这一针 从这一次还没有上场的洪席会 都已经看出那个 厮杀兵马厮杀的那个声音 正开始而已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报上是说 这个再批洪受助的一中同表 那么炮轰党产会霸道等等之外 其实吴敦毅都是在见职党魁 那么喊说要重返执政 那么这个部分 是不是因为党内开始 所谓的洪吴 所谓的党主席之争 之前我要先问洪帝的是 明天立委都要去见洪秀柱 所以真的你们选举出来的人 都怕他讲一中同表吗 我想这个很清楚 就是说当然 中国国民党现在身边 这些各位从政同志 他有这个选民上的压力 但是更清楚的是什么 是这个政党 它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必须强调就是说 中国国民党从以前到现在 我们都坚持着所谓的这种 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这几个部分 当然对所谓的中国大陆而言 你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他的看法就是 他注重的是一个中国 但就中华民国而言 就我们台湾而言 我们重视的是什么 是各自表述 也就是说我们共同承认 有一个中国 但我们的一个中国 其实你是不是也跟委员一样 就是那些篮委一样 希望洪秀柱是要讲出 一中各表的 当然一中各表是一个非常 最重要的一个含义 而这个含义其实坦白讲 在去年的马席会 也被在马席会上也证实 就是说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 包括连新加坡政府 他都同意所谓一个中国原则 但是两个政府的代表 在新加坡正式的面对面 而且是对等的状况下 去做会谈 所以坦白说我必须强调 前几天在讨论所谓党内争议 所谓的和平政纲 这些部分的时候 我跟几位同志写了一个 他写了一篇文章 希望就是说能够停下来 也要去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必须坦白讲 对中国国民党而言 我们现在急需面对的就是 所谓的生存的问题 党内的路线跟党内的方向 需不需要辩论 坦白讲需要 只是他并不是目前的 可是现在吴敦义跟洪秀柱 好像没有听你们的建议 所以我觉得坦白讲 身为一个中国国民党的从论同志 我很难过 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好像什么 这好像一家餐厅 明天要被断水断电 然后明天付不出职员的薪水 结果两个主要的大股东 在讨论菜车到底 明天要出什么菜比较好 麻烦把重点拉回来 我们务实的去面对这个问题 两岸关系在中国国民党的 这个整个政策里面 一向都是我们中国国民党 自豪的资产 但是在这样的不断的辩论之下 还有不断的方向的这个 比较往比较诡决的方向走 这样的情况下 一度变成我们的负债 坦白讲 我必须说 我们在目前 民党执政 其实坦白讲比较差 包括一历一休的争议 你看空服员的事件 到现在还在延烧 国庆日的时候 小英总统把我们的邦交国 讲错了 刚刚即时新闻出现 我们去调念泰国的 这个国王的时候 所以本来是应该 也没有得分 都拼错了 本来是没有得分 本来应该在得分的时候 或支持者期待 看到一个相对 比较有执政能力的政党出现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会在 这些泥绕上打转 另外针对党产争议的部分 也是一样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我们来看是 红无争议真的是 提早所引爆的 党主席之争吗 广告回来更多讨论 好 我们刚刚谈到的是 有关于红熙会的登场 是不是提早引爆了 所谓国民党内的党魁之争 而有关于九二共识 这个名词 最重要的是苏启 大家都知道是他提出来 他说九二共识 其实只是个烟幕弹 对共主权看法差距 才是真议题 苏启是政坛 第一个提出九二共识名词的人 不过他表示 长期以来 九二共识是被炒作起来的 大家搞混了 因为九二共识这四个字 不是学术问题 是政治问题 现在导向一个名词之争 这是一个烟幕弹 所以我听 现在苏启特别 套出来讲这一段话 原因是因为什么 烟幕弹不就他搞出来的吗 然后他现在说 民共对主权看法不同 所以国共对主权看法很一致 一中同表也就没有什么问题 国民党是在吵什么吵 对不对 按照逻辑是这样 你先不要插嘴一下 而且我觉得 而且那个疑问是 我觉得吴敦毅这样讲也很奇怪 就是国民党没有任何一个人 敢在对岸 无论见大官小官 从习近平已降 什么张志军一大堆 哪一个国民党的人 在对岸曾经讲过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你自己都不敢讲 你叫洪秀柱讲 洪秀柱为什么要听你的话 有种你们自己去的时候讲 你们只敢在人家面前 顶多讲出九二共识 别人在那边讲一个中国 九二共识的时候 你们哪一个人敢吭声 自己都不敢吭声了 然后现在说 不管你洪秀柱去 你一定要跟我讲一中各表 哪有人家这样强人所难 所以洪秀柱委不委屈 当然委屈 洪秀柱要不要反击 要反击 你们谁之前去的时候 有跟立委报告的 你们哪一 他下一句话搞不好 你们有谁 有胆量讲出一中各表的 没有人 所以我觉得对洪秀柱来说 来迎的八县市的首长去中国的时候 人家在讲一个中国原则之下的 九二共识的时候 那八个县市的首长有吭声吗 有抗议说 不 其实有一中各表 请注意各表 有吗 从来就没有 所以现在国民党 为了这个东西在那边吵 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抢权力 就是国民党现在的政党制度 民调已经烂到这种程度 还在持续叹 还没有到底 我的妈呀 在这么惨的状况底下 可是他们里面的大人们 可以为了抢权力 还抢的这样子 杀个你死我活的 我觉得国民党不让他消失 还真的对不起台湾人 学和我们怎么来看 报上说 吴敦义的炮火 其实也是剑指拼党魁 而今天晚报的最新讯息 带大家来看 国民党现在要推特别党费 那么基层就像说 这个事是梦幻计划 所以某种程度 大家也有说是不是助解生气了 所以这个剑指就是说 那我要宣示一下我的权力 我的power 就是我要来推党费 包括跟立委说 我要募这个所谓的党公职分摊金 其实这个分成两个部分来谈 第一个如果我是国民党员的话 我也很担心这次的红席会 因为我会担心洪秀柱 一路从广州失言到北京去 以他过去的记录是 一步一脚印 每次都失言 以前在选举的时候 不知道讲错多少次话的时候 你现在让他当党主席 过去其实没有麦克风 没有舞台 但现在走到习近平面前 你实在是没有办法 对他百分之百放心说 他不会又讲错什么东西 而且坦白讲 如果今天习近平 跟现在在野的国民党 愿意会面的话 坦白说你觉得他愿意 让你讲出一中各表吗 他没有让你当场讲说 我是中国人 我爱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认同习主席 恐怕就已经很客气了 因为今非昔比 现在这一次国民党出席 这一个活动所代表的势力 跟所能够交换利益 已经比以前少很多了 我觉得真的 不只国民党 我看现在连不是国民党人 都很担心洪秀柱会讲错话 因为你不知道他会讲错什么话 他就算没有口误 他内心的想法 他不小心讲出来 也是很大的事 那再来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国民党现在要适应 所谓的党公职分摊金 这个以前是没有这回事 但民进党有 民进党从很久以前 就有党公职分摊金 大家也是牙一咬就认了 因为党穷没办法 你得要用党公职的力量 去募款去交钱的时候 国民党现在可能还在振痛期 那将来等到 真的都没有钱的时候 那我想大家会适应跟习惯 你就是得要交党公职 对党主席来讲 这是明年的事情 但对于蓝伟来讲 他们最追踏的是什么呢 是他们觉得党中央把党产当成竞篮 蓝伟就愿说不知道为何而战 所以对于党员来说 其实最在乎的是什么 宏廷 我觉得这样讲 就是说目前为止 其实我很难看得到 就是说这个不当党产委员会 居然用一个所谓 举证翻转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来处理国民党的 不当党产的问题 我们知道举证翻转 一般来讲 在民事上 在民事上的法庭上 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它主要的原因在于 就是说因为举证困难的状况下 会这个 可是涉及比率原则 跟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 无罪推定其实才是法律上最高的 所以宏廷对你们来说 其实两岸的定位路线之争 没有党产重要 我当然认为就是说 生存比所有事情都还重要 所以我刚把两岸之争比喻成菜色 我把生存比喻成这个部分 就来这个地方了 其实我觉得 现在国民党要做的是 赶快解决他们 所有党工的薪水问题 就是说不要再吵了 而且说 你今天把劳工说发不出薪水 然后怪在说讨党工